张志佳带着妻子小孩 一起到球场帮中华氏族赛加油 一家人看起来很欢乐 但却抱住张志佳 涉嫌违反选拔法 遭到开罚50万人 去年九合一选举 张志佳在自己脸书上po文 有家住三重卢州的朋友吗 明天请把手中珍贵的那一票 投给9号的蔡明堂 张志佳帮母校棒球队恩师 新北市议员候选人蔡明堂拉票 但时间点却在选举日 11月29号凌晨1点 违反选拔法规定 12月新北市选委会行文 请他说明 但他却没有回复 今年3月认定违法事实明确 开罚50万元 但张志佳依然没有理会 现在面临法院强制执行 您的电话将选接到语音信箱 截稿前张志佳没有接电话回应 但根据转述 张志佳对于挨罚大骂很无聊 认为po文指示报恩 没有收钱 强调自己没有名下财产 可以扣款 张志佳从2001年 打假球案遭到判刑之后 后来还涉嫌撞伤 男大生肇事逃逸 也遭到判刑 现在又因为违反选拔法 挨罚一路以来 正义不断 这些公寓的黄奖在台中的采访报导